鬼滅之刃中甘露斯密尼是现任鬼杀对著成员之一 同时也是队内仅有的两名女主之一 因为密尼用的是炼之呼吸 所以在著成员中被称为炼柱 不过自甘露斯密尼出场以来 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展现她的傲人胸襟 所以她也被无数粉丝牺牲为奶柱 因为密尼自出场以来 一直备受粉丝亲爱 所以她也就顺利成为现阶段的焦点人物 而以她为中心展开的话题 也是多不胜数 不过有关甘露斯密尼的秘密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接下来 就以甘露斯密尼可按外表下 隐藏的四个秘密展开这次的话题 1.看似身胶体肉确实筋肉磨人 在著成员中 密尼虽然属于身胶体肉的类型 但实际上却是豪宁女 日常生活中 密尼的手臂一直保持着柔美纤细的程度 但每当她稍一入密 就会筋肉爆起 甚至在肌肉维度方面绝不自于硬住 因为密尼的肌肉偏生比普通人密度大 而且已经达到八倍之多 所以她也被周围的人称为八倍女 不仅如此 自由体质异于常人的密尼 在一岁多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举起四冠中的烟菜时 虽然日本的四冠有多重 我无从得知 但猜测可能最少也得十几斤的重量 2.小身材 大食量 甘露斯密尼的身材虽然娇小 但食量却十分惊人 端话中曾表明匿运一堆的近食量 可达到四个项目选手的食量总和 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来计算的话 日本相铺蜜是一顿饭要吃 普通人四至五倍的食物 而蜜蜜是四个相铺手加起来 也就是说蜜蜜一顿饭的近食量 是普通人的二十倍 看到这里 我已经觉得大卫王和炼主 比起来都不够看了 3.蜜蜜17岁开始相亲 在蜜蜜的回忆中 年满17岁的他便开始相亲 但是因为发色和怪力 而被多个相亲对象嫌弃 甚至还遭到对方的乐言相对 曾说蜜蜜是只有熊 都过牛才能取得对象 阿维我想说的是对方猜错了 因为最终跟蜜蜜在一起的事说 在多次相亲失败后 蜜蜜曾将自己的头发 用染料染成黑色 来尽量控制自己的食欲 然后辜负不负有情人 并敢终于相亲成功 遇到一位可以接受伪装后的他的人 但是就在相亲成功后 蜜蜜实在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 所以最终还是将原本的自己 全部暴露出来 4.成为蜜蜜蜜以外 在断刀人的孙子里 蜜蜜狼遇到享受网绘痊愈的蜜蜜 并在用上后聊起家常 当蜜蜜被蜜蜜蜜 取冠为他加入回家队时 蜜蜜不好意思地说出 自己是为了小心翼的对象 而成为猪蜜属之意外 因为当初只有进入到能力强的人中 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所以才努力跻身到强者中 但无意中却阴差阳错地 成为杀毁队的主力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按你们 感谢大家